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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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篇其實是我用英文出版的 因為我談泰魯格正名運動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點點敏感 所以我用英文來寫 可是我其實是非常善意的 我基本上要談的是 其實臺灣的 我的整個大概研究的基本關懷 是我認為臺灣的文化的獨特性 是在於 我們族群 臺灣我們有這麼多的族群 就是我們曾經經歷過這麼多的 外來的統治者 然後也接觸到不同的文化 包括中國的 歐洲的 日本的 然後我們內部有這麼多的族群 所以我認為臺灣文化的獨特性 是在於 這一些不斷文化的互動過程中 我們不斷創造出新的文化的過程 我認為這個是屬於比較島嶼式的 一個文化實踐的過程 其實會跟所謂大陸式的那種 比較接續性的實踐過程不大一樣 所以因為一個這樣子的關懷 其實我大概希望 其實很多的族群正名運動 其實就是當代的族群的問題 族群的分類其實是要放回歷史的脈絡 譬如說日本殖民的時候怎麼樣去 為了治理的需要開始 臺灣原住民族開始劃分出九個族 就是其實這個劃分的過程 有很多的變化的過程 可是重點是 這一些族群的劃分是日本時期 為了自己的需要劃分出來的 然後國民政府繼續用了 這樣子的一個族群分類的方式來做治理 可是重要的 然後到了當代的脈絡 也會因為各種資源的分配 有很多的族群的正名運動 因為我們其實還是必須承認 原住民族在臺灣的整個發展過程 其實是有遭遇到結構上的不平等 就是很多土地的消失 或者是很多發展機會的不平等 所以當代的族群正名運動 其實是重新要去翻轉 這一些結構的不平等 要去爭取更多的資源分配 包括族群正名運動者認為說 是不是族群正名之後 自己在國會上可以多一個席次 多一些教育文化資源 甚至土地經濟資源的分配 這很多正名運動者的夢想 實際上發覺好像正名之後 很多的資源分配 沒有真的根本性的結構性的改變 那我基本上看族群正名 我希望去談的就是 放回臺灣的脈絡 其實族群並不是本質性的 臺灣很特殊的地方就是 我們在族群不斷的互動 文化不斷互動過程中 其實我們的認同是多重的 然後我們的文化是一個 不斷重新創造的過程 所以如果用本質性的族群觀念 來看很多的文化現象 其實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談族群正名是 當代有很多原住民的正名運動 然後我基本上認為說 其實整個族群的劃分 要先從日本殖民的過程來理解 日本為了自己的需要 開始透過語言或者是起源地神話 去建立了族群的分類 這裡OK 可是這樣的一個族群分類的方式 其實跟部落跟原住民原有的一種人群分類方式 是有矛盾的 因為在我過去的研究 譬如說我從嘎嘎 就是在談說其實當地人透過 就是我在談整個泰雅族的嘎嘎 是在談嘎嘎的多異性 然後在不同的面向跟不同的人群 不斷交換分享的過程 所以我在談嘎嘎其實在談的是 透過自己其實可以建立各種不同的社會範疇 而且人的認同其實是不斷的在改變的過程 你透過各種的交換分享 不斷在改變你自己的組成 在改變你的社會的連結 就是我要談的是一個比較動態性 多重性的認同 其實可是你放回當代的族群區分 當代族群區分是一種本質性的 然後也會牽涉到資源競爭 可是如果一個族群的分類開始被本質化 而且開始被自然化 甚至連結到當代的 譬如說傳統領域的問題 或文化資產的問題 其實族群的證明 如果又連結到土地 連結到文化資產 然後如果當它被本質化 然後背後又有這麼多 property 跟資源的分配 你如果沒有打開一個不同的視野來看 其實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是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 其實在當代要發展出來 反而是各個不同族群 不同部落之間的共管 然後包括原住民的文化 其實文化本來就是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是一個不斷相互影響 不斷去創造的過程 然後今天你在談文化資產 或者是傳統智慧財產保護條例 開始去認定某個文化屬於某個族群的時候 那個一定會造成很多很多的爭議 因為那是用我們當代財產權的觀念 在理解文化的現象 在理解土地的關係 所以我大概基本的關懷就是希望 從我自己的研究來看多重的選擇的認同 然後反思當代的一個本質性的族群認同 還有當代在本質性的族群認同之下 所涉及的各種的資源的分配 土地的文化資產的各種的私有財產的觀念 就是很多私有財產的觀念是滲透進入 我們當代以為利益很好的法律規範裡頭 我基本上是在做這樣子的反省 我這篇文章其實是2004年 因為泰魯格正民運動 然後我完全理解正民運動必須要放回台灣的 因為當時是阿炳要選總統 所以他跟原住民去簽了夥伴關係 就是所謂正民運動要放回台灣的政治脈絡 放回當地的 就是原住民正民運動者 他們希望透過正民運動去翻轉 很多長期以來的結構不平等 這個我都了解 所以我其實基本上是覺得既然正民了 那當然有很多應該要做的事情應該更多 可是我大概這一篇文章反思的是 可是族群不是唯一的 不是一個可以彼此對抗的方式 其實你如果從文化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其實認同是非常多重的選擇性的 這是我只是想要開展出一個不大一樣的 看待認同 看待族群關係的一個視野而已 然後我們在談族群 基本上有認為其實所謂的族群或者是認同 基本上是一種人觀 就是在知識論上面對於人如何被組成 還有個體發生學的特殊性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族群或認同必須要回到人觀 我認為我這一個人的組成是什麼 然後我是如何去界定我自己 甚至我的邊界是什麼 或者是邊界其實從來就不是那麼清楚 固定不變的 所以我這裡談說 其實從人觀跟文化的角度來看認同 其實人類學提出兩種model 一種是拉馬克模型 強調的是流動性跟選擇性的認同 在大洋洲的大部分地方 甚至我認為台灣受到南島文化這麼深的近潤 其實台灣也有這樣的面向 就是所謂的認同是一個 在你成長過程中 在你所有的互動過程中 不斷去行訴你是誰 然後不斷去行訴你的組成 你跟彼此的關係的過程 所以這個是以大洋洲的研究為例 父母親的經驗 個人的行為 跟他人的互動 環境中的 就是你在你遷移的過程中 你跟這個土地的互動 你吃了什麼樣的食物 你的各種人群跟土地跟動植物的互動 都可以去行訴你自己的組成 然後甚至你父母親的經驗 也影響到你的組成 所以其實這樣的一個 人的特質是一個 不斷在互動過程中行訴的過程 其實可以塑造出比較具有流動性 多重性跟選擇性的認同 就是我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我可以強調某一些互動過程 所行訴出來的關係 所以雖然大洋洲很多社會 都是所謂的接續化社會 可是在接續化社會裡頭 他們很強調的是 包括父母親的經驗 包括所有的遷移互動的過程 所行訴出來的 這一些多重的連結 我認為台灣一直有這個面向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在一個海盜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文化的洗禮 然後我們內部的族群這麼豐富 然後互動這麼的豐富 認為台灣文化的特色就在於 這一些族群互動過程中 我們的生命經驗 其實不是那一種很接續性的不變的 而是一個很多重的 一個謙和的過程 這個OK嗎 那我也承認說 可是我們當代的族群 必須要放回殖民跟國族的脈絡 我後面就在談說 其實在正民運動過程中 其實正民運動者 其實我完全認為說 正民運動者的正民運動 其實放回政治經濟的脈絕 絕對有它的合法性 因為就是要翻轉長期的 結構的不平等 只是我要談的是說 可是這裡頭有一些 重新去建立文化的過程 然後有很多重新去協商溝通的過程 這一些面向也不要被遺忘 所以我就很忠實的記錄 其實在正民的過程中 可能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 然後也有 對於文化是什麼 也有很多不同的論述 所以我就是很忠實的在記錄這個過程 我認為說其實 因為太魯閣正民的時候 他按照當時的一個族群證明 的標準 他開始去建立起 譬如說 從族名 起源 神話 祖 區地 語言 歷史 文化 歷史 這些面向去建立自己 跟泰雅族不一樣 跟賽德克族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中間其實還是有很多 overlap 的地方 所以我要強調說 其實文化你要看你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那個文化的獨特性 或從某個角度來看 彼此之間的共同性 我基本上要談的是 族群認同是一個有許多聲音 跟許多不同層次的了解 跟誤解不斷溝通的過程 文化並沒有一成不變的要素 是透過不間斷的建構 跟寫商的過程被概念化 我這裡其實也有談說 泰魯閣的文化跟泰雅 跟賽德克的文化 因為他們的歷史脈絡不一樣 所以實踐的方式 確實有不一樣的面向 我看看下禮拜有沒有時間 談我泰魯閣的家的那篇文章 我可以再進一步多談 基本上的整個關懷 還是回到說 我認為要書寫一個 台灣主體的後置民史 我們必須要有 我們必須要正視南島的文化在台灣 就是我們台灣做一個移民社會 其實這一些文化的互動過程 就是在過去那一種 以帝國為中心的書寫 遺漏了這一些移民流動貿易交流 採介跟融合的過程 那我們必須要把這一些互動過程 放入台灣的國族建構裡頭 就是創造出一個更具有 創造性跟動態性的一個接觸區 然後書寫出一個我們的後置民史 我們談的 現在人類學的後置民道 談的就是所謂的邊界思考 你要透過 其實台灣是一個廣貼 就是一個接觸的地帶 就是一個各國民接觸的地帶 然後反而成這個接觸的地帶 我們有可能發展出 跳脫的一個殖民的一個概念 然後轉進去思考知識建構的 去歷來的歷史脈絡 然後挑戰很多的觀念 所以我後面其實是聚焦在空間跟 空間跟物質文化 因為空間跟物質文化 就是人類學大概有一個非常豐富的地方 而且空間跟物質文化也是殖民制定 非常豐富的地方 就是透過空間跟物質文化 這一些很具體可視的一個 每一界在做治理的 不管是殖民 或者是國土 空間跟物質文化都是很重要的 一個正義的文件 所以我都想說那從空間跟物質文化來看 殖民如何治理 然後我們從當地人的文化可以看出 就是那個空間不只文化有豐富性 還有怎樣去負責很豐富的歷史基地 然後我們才能夠去感思一套 客觀化的或者是 客觀化的一套空間建構 或者是私有化的一個文化產業的觀念 所以我整個思考是這樣 會讓你同有非常豐富的一個人類學的一個 民主制的累積 然後還有當代的殖民寺 其實在台灣討論日子殖民寺 也有很多的食藥累積 然後還有很多的內學人物 台灣文化的主體是 我覺得是要挑脫出一套殖民 就是我們習以為常 其實我從第一堂課就在台中 在學著整個學科的潛力 就是挑脫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 其實我一直在做的是這樣的工作 只是現在在做的是更放肥 那個殖民寺庭的脈絡 來看這一些觀念如何被殖民說 所窄化或客觀化或者是片面化 然後文化裡面會有更豐富的內涵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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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